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觉得在十年后 在作品里面我希望可以说得更深 在我们十年前做的时候 其实带给大家很多的经验 但唯独我觉得最可惜的一个遗憾是 这个舞台的变化少了一点 但在十年后我们加入杨津远老师 当初在2013年 艺术总监何晓梅老师 就想要创造一个这样的舞台 里面有折纸 也有剪纸的概念 他来找我聊 有没有可能落实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很难 以我当时的能力跟经验来讲 我觉得根本办不到 过去十年的时间 我刚好开始做一些演唱会的舞台 那演唱会的舞台里面 它会有一些升降平台 会有一些旋转舞台 甚至一些轨道式的移动的平台 刚好这十年就练了功 那耿真老师跟小梅老师 他们也很愿意合作 所以在十年后我们完成了这个梦想 让这个舞台可以动起来了 把这个我对于爱这个关系 更戏剧性的表现出来 爱给我们的关系它不一定永远是安全的 这件事情如何表现在一个舞台的不平衡的状态里面 变得很重要 一般的升降舞台都不是这样做 升降舞台大致同步运动 大家都是做同步运动 那在折叠舞台里面 它是一个自我调试的非同步运动 那这样子的一种舞台机械设计的概念 在全世界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做 所以我试着让舞者在一个失重的地心的状态里面 也就是说舞者是会画到那个折子的舞台上 那在这张折子的舞台 舞者怎么样在一个失重 使张被折被拉平的状态里面 去表现它跟爱之间的关系 整个在这个空间里面 舞者跟空间的对话 所以空间很重要 再加上曹文辉老师对灯光的明暗的掌握 整个作品里面我们用很多的光影的变化 来折射出那个剪影的效果 十年前我很希望观众会有很强烈的震动 那十年后我现在我觉得 只要有找到一个自己的影子 或者了解彼此都曾经有过的某个触动 就好 过来 在这一场上 插入我的 ру当作 在这一个队员 这一场队员 在这队员 这队员 不聪明的 没有 很苦力 没有 到这队员 在这队员 和 整个队员 有了 那些队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舞台东西实验室 请看示范 请帮我降翅膀 好 现在帮我降Charlie 然后Brian跟上 好 注意那个滑坡要给他哦 来帮我降翅膀 好 我再从这边录一下 那再帮我伸一次翅膀 谢谢 伸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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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翅膀